我想很快的回应 基本上我们都把目前的政策 分为短期应急跟长期准备来讲 短期应急这方面 我觉得已经提出很多的措施 可是我觉得老委会的长官们 可以去看一下这些措施当中 有没有一个漏网的 就没有缺口 我要这么讲的原因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政策 都是给老公一个就业的机会 才让他有所得的保障 这种政策在欧盟 已经有一些实证结果告诉我们 这样的结果 往往会产生一种社会排除 就是有些人 他就是没办法就业 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就认为他是他自己的选择结果 就你不给他任何的补助 我想这个电视最近有个 就是台北市一个太太 他就因为台北市政府 给他一个工作机会 他说因为他不能班中 所以他拒绝 拒绝以后 那我就问学生 对这样的心想 你能解读什么呢 很多学生告诉我说 那就表示他自己要选择 那就让他失业好了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得的保障 远远超过促进就业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好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长期应急的角度来讲 我知道我们最近 大家都提到 人力资本的提升 那职业训练 可是要训练什么 如果你的产业的愿景 没有出来 我们要训练什么 那这产业愿景 我曾经问了很多的经建部门 问了很多的 这个所谓政府的智库 我说也没有人告诉我 在两年以后 台湾整个景气复苏以后 全球景气复苏以后 台湾的产业是怎么样子 没有 我们现在在谈两兆双星 各位两兆双星 目前配的最惨的两兆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你没有产业的愿景 你谈什么 你谈什么 你谈教育训练的改革 要训练什么 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我要再提到的就是 基本上我觉得 每次的事业 问题的严重化 都是一个契机 怎么样的契机 就让老委会成为一个 内阁里面的强势部会 事实上 我举个例子来讲 两岸三 以这个两岸商务为例子 所有的研究都告诉我们 两岸商务对台湾的 就业市场是不利的 可是我们还是做了 那我就在想 如果在以前 在民进党执政时期 大概这个政策 就会踩刹车 也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 事业问题 非常严重的时候 所有的产业政策 所有的财经政策 你都要一个 就业市场的 影响效果的评估 而那个评估的结果 会往往是决定 这个政策要不要踩行 一个重要的机制 可是现在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没有 所以我觉得 危机就是转机 所以我觉得 事业问题的恶化 老公的支持 可以让我们的老委 或者王主委 在内阁讲话更大声 谢谢 谢谢 来 并 并委员 出发应付 其实 马政府是有他的 产业愿情 不过是很可怕的 产业愿情而已 所以在这里 我实在还要建议一下 这个马政府 对自己的产业愿情 真的要好好检讨 那么刚才 新教授谈到说 这个三通 那这个对产业 他对就业 是比较负面的 其实三通 不只是对就业 那总体 他上来讲 可能有在检讨的地方 对产业 不同的产业的冲击 也很严重了 那当然有人是会得利 因为有人也会出问题 所以对就业跟产业的 这个冲击 你三通以后 尤其还要去签 SICA 你还没有做评估 就说一定要做 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 这种还没有评估 就急着去做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副作用很明显 最明显的就是 像这个 就是三通的谈判 航海跟航空 你不谈还好 一谈原来可以开的船 不能开了 笑死人 哪里你说要谈三通 结果谈出来的三通 原来可以开的 那个全一轮 现在都都不能开 都要特准 特准还都经常不准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真的 也要很严肃的建议 说第一个 你对三通或者SICA 以后对台湾的就业 以及产业的冲击 做了一个风险 各样的评估以后 才去谈 不要把这个航空航海 这种这个谈判的 这个负面效果 在将来SICA谈判的时候 重刀重撤 这是第一个建议 那第二个建议就是说 这个马政府啊 看到这个中国要花四兆 去这个挽救他的经济 非常高兴 那四兆也要去分 是不是可以不要讲这样的话 老百姓商人 当然看到这个四兆 他会自己想办法去做生意 如果看到中国政府花四兆 还不想去抢生意 你一定不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那所以你根本不去鼓励嘛 那你去鼓励有什么副作用 第一个 四兆整个GDP的这个百分之十六 全世界最疯狂的 那换句话说 他们已经很严重的 他们的政府很严重的 看到他们的经济的 非常艰巨的这个危机 也为了救他们自己的老百姓 这个四兆花下去 当然像美国一样 希望四兆美国的这个钱 都去买美国货 他们也希望救到他们自己的 这个内需 结果你要去抢 是老百姓去抢就好了 政府这样鼓励 对我们的这个名誉 实在是不很好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